现在正值滑雪旺季 不料阿尔卑斯山的上鲁兹度假村 却传出缆车故障问题 一群游客度过难忘的平安夜 一辆缆车在行驶时突然动弹不得 就这样掉在距离地面25米的半空中 导致200多名游客受困 吓得他们惊魂未定 当局接获情报紧急出动两架直升机救援 直升机飞到车厢上方 由救援人员从机上垂降打开顶舱 所有受困者靠着安全绳顺利划到地面 所有游客经过两个小时后顺利得救 索性救援工作及时在夜色降临前完成 一干人才不需要掉在半空 在寒风中度过圣诞夜 当局还在调查缆车故障原因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